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跟各位谈有关于CN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中文叫做卷积神经网路 好,那这个单元呢,会跟各位提到哪些内容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会来跟各位简单谈一下 为什么CNN可以用在影像处理上 然后再来就是呢,CNN的层级架构为何 还有它的运作模式是怎么样的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然后呢,我们最后会来跟各位谈一下 CNN相关的应用有哪一些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CNN为什么可以用在影像处理上 好,因为基本上如果在座各位有一些同学 已经有先去接触深度学习相关的网路模型的时候 多少都可以听得到就是 CNN通常都是用来做所谓的影像处理 当然,它也可以做其他的处理 比如说像文字的这种处理工作 也是有的,后面我们会有提到 好,那只是说可能会有同学会问我一件事情 诶老师,影像处理这件事情 传统的神经网路不是就可以做了吗 是没有错,早期我们在进行所谓的影像处理的时候 浅层神经网路也有派得上用场的时候 比如说像我们讲的那个导传地网路 也有人在采用它来去进行影像处理 那只是说呢,传统的这种浅层神经网路 它在进行所谓的影像处理时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使得就是大家转向去使用CNN来去处理它 这边我们就来跟各位讨论一下 传统浅层神经网路在处理影像的时候呢 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好,我们在谈浅层神经网路 处理影像的一些问题状况之前 我们再帮各位简单回顾一下 传统浅层神经网路的特性是什么 来,传统的浅层神经网路 以导传地网路来说 它们都是属于全连接网路 Fully Connected Neural Network 那这种全连接的神经网路是长什么样子呢 就长得像底下这个模型这个样子 所谓的全连接网路是指说 你不同层里面的所有neuron 彼此之间都有一个链接跟它做对接 所以说呢,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输入层的所有节点 跟隐藏层的所有节点 它们之间都有一个link去做对接 相对的隐藏层的所有节点 跟输出层的所有节点 都有link去做对接 而这些链接都会带着一个权重在当中 所以说这些权重都是我们要训练的对象 好,那除了这些权重以外 每一个neuron 比如说隐藏层里面 所有的neuron 它都会有一个门槛值 我们称之为bias 那同样的输出层的所有的neuron 也都有所谓的bias 所以说呢,这些门槛值 基本上我就是用一个黑点点 把它做一个连接 现在有很多神经网路 把每一个neuron 它的bias用这种方式来去做表示 基本上就是这些bias 我们也是要去做训练的 好,所以说所谓的全连接网路就是 所有的输入项目 都与隐藏层的所有节点做连接 而所有隐藏层节点 都与所有的那种输出层节点 去做连接 这叫做Fully Connected Neural Network 这是它的网路架构 好,那在这个网路架构之下 每一个隐藏层的节点 都能够去截取到 所有输入项目的资料特征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隐藏层主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它主要做的是feature instruction 也就是说它要做特征截取的这个动作 我现在就是要透过这些隐藏层的节点 去把所有输入的这些训练资料 它的资料特征截取出来 那只是说这些资料特征是反映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全部反映在这些link的权重上面去 这是属于那个资料特征的这种特征截取动作 好,那我们也跟各位曾经提到过 每一个隐藏层的节点 它所学习到的资料特征可能不尽完善 也就是说你们看一下哦 比如说以这个隐藏层来讲 这个隐藏层里面有六个neuron 那这六个neuron来说 它在学习所有输入资料的资料特征时 可能大家的学习效果都不一样 比如说第一个节点它是植优生 它学习到的那些资料特征达到百分之九十 第二个节点它是属于列等生 它学习到的这种资料特征只有到百分之十 然后呢第三个节点它所学习到的资料特征只有百分之十五 以此类推 好,所以说呢 在我们这一层隐藏层里面 所有的节点它所学习到所有的资料特征 可能每一个节点度来看不是这么高 可是如果说今天我把所有的节点全部集结在一起 一起做执行 也就是说呢我们把这些所训练出来的所有节点的参数把它集结在一起 共同去完成一个任务的话 那此时就会得到不错的执行结果 其实讲穿了这样子一个效果就是 三个臭皮匠可以打死一个诸葛亮的一个概念 虽然每一个节点它的训练效果个别去看 都没有特别的好 可是如果说我全部把它集结在一起 团结力量大 我去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时 这一个共同的任务 它的执行效果就会比较好 比如说我现在执行的是一个分类的任务 一张图片进来它是一只猫 那我透过这个学习之后的这种神经网路 我输出出来的结果 它就是告诉你这个图片是一只猫 它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所以说呢 这是传统潜层神经网路的一个特性 它是要靠中间的这个隐藏层 去学习到所有的资料特征 所以说呢 隐藏层里面所有的节点 需要跟我们输入的所有变数去做连接 但是呢 如果你把这样子浅层神经网路 Fully Connected Neural Network 把它搬到影像出体的时候 问题会很大哦 为什么呢 你们来看一下 如果传统的Fully Connected Neural Network 如果把它应用到图形辨识 或者是手写辨识的时候 你会面临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你的带训练参数量会非常可观 因为你的模型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你可以想象的到你中间的这些参数值 那些link数是非常庞大的 有可能光这个权重值而已 就上百万个 那这时候你在券这个网路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你会很容易券不动 OK 好 所以说呢 我们底下 我们分成三个议题来去做讨论 这三个议题就是 我们在用所谓的 传统Fully Connected Neural Network 来去进行图形辨识 或是手写辨识的时候 他可能会面对到的问题或状况 我们就从这三个议题来去思考 如果说今天我要用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就是我们的卷积神经网路 要怎么去改善这三个相关的问题 好 所以说呢 我们就开始来去进行三个议题的讨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要讨论的议题是什么呢 Fully Connected Neural Network 每一个节点 需要跟整张图形的所有Pixel 去做一个联系 好 这个连接来说的话 他就会让你的网路架构变得非常可怕 来我们来看 Fully Connected Neural Network 第一个隐藏成的所有Neuron 所有节点 均需与整张图的Pixel 去做连接 以获得整张图形的 资料特征 来我们来看一下 底下这张图 比如说 我做简单的手写辨识就好 这个手写辨识的图形 基本上就是28x28 其实这张图是非常非常的小 它的Pixel数量才784个而已 但是你看 如果说今天我这784个Pixel 我要全部丢到 那个Neural Network里面去的话 你光输入成这个地方 你的节点数就要不少 784个 你这边就要784个输入的变数 来 那这时候你看 现在假设 我的隐藏成 它的里面的Neuron数 不要多 我这边的Neuron的个数 只要1000个就好 那不算多 我只要1000个Neuron就好 那这时候你看 这边有1000个 隐藏成的Neuron 而这每一个节点 会跟这784个所有的Pixel 去做一个Fully Connected 那你想想看 中间的这边的Link数有多少 784x1000 是多少 784000个参数 784000个参数 所以说你看 光输入成跟隐藏成之间 这边的Link数就有 784000个参数 要去做训练 我还没有算输出成 OK 这边还有一个隐藏成 跟输出成也有一大堆的参数 要去做联系哦 所以说你就可以想象的到 这个神经网路 它带训练的参数 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可观 一旦你在进行训练的时候呢 它很有可能你会劝不起来 或者说你在劝你的时候 它的效果 它的效率是比较低落的 那这边呢 我只是用比较简单的 手写辨识的图形 来给各位看 如果说我们今天 真的要去做影像辨识 或我们讲图形辨识 你想想看 我拿一般的照片 扔进来的话 它的Pixel数量有多少 来各位请问一下 你们目前手机的 画数是多少 如果你们手机 这个照相机的画数 低于百万画数的 你会买这个手机吗 不会嘛 所以说你看看 你们的手机拍出来的照片 就是百万像素 而且呢 搞不好是上百万 搞不好有些 已经逼近千万像素的 所以说你想想看 现在我要做的 如果说做的是图形辨识 而这个图形的话呢 它是一张 百万像素的图形 百万像素的图形 那这百万像素的图形 它这个input的变数是多少 百万像素是多少 不知道啦 也就是说它可能是 1000x1000的image 1000x1000的pixel 所以说它的pixel数量是上百万个 我今天讲100万就好了啦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假设这边有100万个pixel 这100万个pixel 要跟我隐藏层里面 所有的neuron 去做一个连接 那你想想看 你光输入层 跟隐藏层之间的 这个权重有多少 我不会讲这个数字 你自己看着办 就是10的12次方 这么多的参数 所以说这样的参数量 你在做taining的时候 你的电脑太烂 你还劝不起来 所以说我曾经跟各位讲过 其实类神经网路 它的整个发展流程当中 曾经有一段很沉寂的时间 那就是因为啊 当时的电脑硬体 它的效能并不是那么好 也就是说呢 这种比较复杂的neuronetwork 它劝不起来 所以说早期的人 会认为neuronetwork 它是一个死胡同 其实那个时候 是因为硬体的架构 并不好 所以使这些 比较复杂的神经网路 无法做训练 好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的 所面对到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今天 我用fully connect neuronetwork 来去圈你一张 百万像素的image的时候 这个link 你基本上建起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 它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而且不要忘记哦 我们曾经有跟各位介绍过 一个影像识别的 一个国际性的竞赛 这个国际性的竞赛 它用的是 imagine net 这一个资料库里面的 那个照片 它这里面的照片的话呢 总共有一千五百万张 那这一千五百万张里面的照片里面呢 它总共有两万两千个物品在里面 这里面的每一张照片 它的像素 绝对不止百万像素 那你今天要对 这一个image net里面 所有的照片 去进行圈你的时候 你用fully connected neuronetwork去圈 你等着看 你的系统一定当掉 OK 所以说呢 这次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好 那我有没有办法 不要让neuron 去跟我们整张图形的pixel 去做连接 如果说我们让 类神经网路里面的某一个节点 只要去辨识 这张图形当中的某一个pattern就好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不用让 这个neuron 去对整张图形的pixel 去做连接了 这样子我们的参数量 就会降低 比如说 假设我想要去识别 一张图形里面 有没有一只鸟存在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我在识别一张照片里面 有没有鸟存在的时候 首先 我可以让我们其中的一个neuron 来去识别说 这张照片里面 有没有鸟嘴 所以说你看 如果说今天 我让一个隐藏层里面的某一个neuron 去做鸟嘴侦测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neuron 他不用对整张照片 去做所有pixel连接 我只要去将 这张具有鸟嘴这个部分 这个pattern去把它拉出来 我会让其中一个neuron 去做训练 去做一个学习 你看 假设以这个neuron来讲 他做的是鸟嘴侦测 那我只要用少数的这种参数 少数的link 来去将这一个pattern 去做连接就好 这样子的话呢 参数量就会少 好 同样的喔 今天我拿这个节点 去做鸟嘴侦测 我也可以拿其他的节点去做 比如说鸟尾巴的侦测 鸟的羽毛的侦测 或是鸟爪侦测 当我今天呢 做了鸟的不同特征的这种侦测以后 我把这些侦测结果把它收集起来 整合在一起 我就可以判断说 这张照片里面 有没有一只鸟存在 好所以说 以这种概念去做网路设计的话 你这边所有的隐藏成的节点 他所会使用到的link数 也就是他的权重的参数 就会比较少 他的数量就会比较少 所以说我们继续往下看 每一个节点 仅需要较少的参数 连接image当中的部分区域 因为我现在让每一个节点 去做不同特征的学习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 鸟嘴的学习 鸟尾巴的学习 羽毛的学习 所以说呢 每一个节点 他并不需要跟整张的image 的所有pixel去做连接 这样子的话呢 他们所使用的参数 就会比较少 而且呢 所有的节点的侦测结果 合并在一起之后 就可以知道 这张图片里面 有没有一只鸟存在 所以一样可以得到 我们想要得到 图形的分类结果 或图形的识别效果 好所以说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讨论跟思考 来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想一下 同样的pattern 在一张图片里面 它可能会位于不同的位置上 但是呢 这些pattern 它所代表的是 相同的东西 比如说呢 像这边有两张图片 这两张图片来说 鸟嘴的位置不一样 比如说 以第一张照片来说 它的鸟嘴是在上方 第二张照片 它的鸟嘴是在图片的中央 可是 如果说今天像这种 不同位置的相同pattern 我们是用Fully Connected Neural Network 就是传统的类神经网络 去做训练的时候 很有可能 你不同位置的这种相同pattern 我会用不同节点的不同参数 来去做表示 所以说呢 你用传统的类神经网络 去train你的时候 你可能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你用这个节点 你用这个neuron 来去做上方鸟嘴的侦测 然后呢 你会用另外一个neuron 去做中间鸟嘴的侦测 但是你会发现到 其实这两个鸟嘴 虽然位置不一样 但是它所侦测的特征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 我们根本不用这么多余 用这种完全不同的节点 或是不同的参数 来去针对相同的东西 去做那个区分 不需要 所以说呢 这边我们就要思考一件事情 相同的pattern 在图片的不同位置上 它所代表的 还是相同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要能够用 相同的节点 或是相同的一组参数 来去对这个不同位置的 相同pattern 去做一个学习 去把这个特征 给揭取出来 这样子 我们所使用的参数量 也可以减少 所以说呢 我们不要再像 传统这种 Fulicane neural network 一样 用不同的这种参数组合 对相同的东西 那只是不同的位置而已 就要做两组不同的参数出来 我们其实可以用相同的一组参数 对不同位置的相同pattern 去做学习 这是我们希望可以达得到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思考 来那第三个讨论是什么 第三个讨论是指说 如果今天你拿到一张影像的时候 如果这个影像 你把它的pixel 去做缩减 这样子的话呢 似乎也可以把我们 所需要使用的参数量 给减少掉 所以说其实这边 我们可以透过subsampling 就是我们讲 所谓的指抽样的方式 可以去减少图像的pixel数目 比如说像以这张鸟来说 这张鸟的话 我们可能可以把 比如说奇数列或偶数行的这些pixel 去做一个省略 这样子我们可以得到 比较小张的一张图 但是呢 比较小张的这张图来说 它也不会影响你去 对这张图里面 有没有鸟 这件事情的一个识别度 ok 所以说呢 这边就给各位另外一个思考 就是 我们可以透过subsampling的方式 减少图像的pixel 使得各个节点需要使用的参数量 得以减少 因为呢 当我们今天经过subsampling之后呢 你所得到这subsampling之后的结果 基本上跟你原始的图 看起来还是很像 所以说 对于你在识别这张图片里面 有没有鸟存在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 如果说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 也可以帮助我们把神经网路的 那个参数量把它给降低下来 好 那就是因为有这三个不同的讨论跟思考 所以说呢 就引发CNN 它的一个设计理念出来 所以说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CNN 那个卷积神经网路 它的运作概念 当我们今天有一张图 输入到CNN里面去之后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会先去做convolution 这convolution呢 中文叫做卷积 那至于说它做什么样的运作 我们后面会来跟各位做解释 好 那做完convolution之后 接下来它会做mass pooling 那这mass pooling是在干什么事情呢 我们后面一样会来告诉各位 这边先不用急 你们先大概知道 它的运作的程序是怎么样 好 那在一个CNN神经网路里面 convolution跟mass pooling 可能会执行好几次 所以说呢 它这边会执行许多次 许多次 但是呢 你要执行几次的convolution 或是执行几次的mass pooling 你在事前一定要先确定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convolution跟mass pooling 会影响到 你这个CNN神经网路的深度 所以说呢 convolution跟mass pooling 你要用几次 事前要先确定下来 好 那一旦mass pooling 做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动作 叫做flatten 那flatten执行完毕以后 flatten的结果 我们就会直接丢到一个 传统的fully connected feed forward network里面去 那所以说呢 后面这个fully connected feed forward network 指的是什么呢 讲穿的指的就是 导传D网路 所以说呢 它的运作形式 如果各位不懂 你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 我前面所介绍的 导传D网路的运作模式 就是那样子 一模一样 好 所以说呢 当我们今天把flatten的结果 扔到这个导传D网路 去做运作以后呢 它就可以针对这张图形 去做一个识别 比如说这张图形是有鸟 还是有猫 还是有狗 在里面 一路点点点下去 它就可以对我们的影像 去做一个分类 好 那有关于这个CNN 这个神经网路 它里面的参数 会很多 那它的参数怎么做训练呢 基本上它的参数就是 我从一开始的convolution 一直到最后的fully connected feed forward network 这个地方 一口气做训练 这样子不断的反复做训练 它不是一段一段去做圈领 不是说convolution training完之后 再做mass pooling的training 再做flatten的training 它不是这样子的 我整个CNN神经网路里面 所有的这种带训练的参数 要一口气做一个训练 这样反复训练好几次 才会把我整个CNN的参数 才训练完毕 好 那我们这边就来跟各位谈一下 有关于CNN 它的设计的理念是什么 我们刚刚前面是不是跟各位提到 三个不同的讨论 对不对 那这三个不同讨论 它构成了CNN的一些特征 它有三个特征 首先第一个就是property one 但是指说我们连接到某一个pattern 所需要的参数量 比连接到整张image的参数量要少很多 OK 这是我们之前所做的第一个讨论 好 那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第二个讨论是什么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第二个讨论是 相同的pattern 在一张image的不同位置时 所代表的还是相同的事物 所以说我们应该用同样的一组参数 来去找寻它们 这是我们第二个讨论 那第三个特性是什么 第三个 我们第三个所做过的讨论是 我们透过subsimpling 可以减少image的pixel 这个imagepixel的减少 不会影响到我们对图像里面 物件的判断 不会影响到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特性 我们的CNN 要怎么去把它实践出来 前面这两个特性 我们是靠convolution 来去达成 然后呢 第三个特性 我们是靠mass pooling 来去达成 OK 所以说呢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三个讨论 我们讲这边的三个特性来说 分别是靠convolution 跟mass pooling 来去做到 所以说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各位谈一下 有关于convolution是在做什么事情 mass pooling是在做什么 flatten又是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分别针对这三个功能 来去进行讨论 那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convolution是什么东西 convolution 首先我们先来跟各位讲一下 假设你有一张 6x6的image在这边 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张图 而且它这是一个黑白的image 所以说它的转换就很简单 我们可以把有涂黑的这一格 用1来去做表示 没有涂黑的地方 用0来去做表示 所以说呢 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转换成二进位 长得像这个样子 转换成这个样子 好 那现在我们得到这样几个image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会去建立出一些filter 这filter是什么呢 filter叫做所谓的过滤器 也就是说 我今天要从这张image里面 过滤出哪一些特征 我就要用这些filter 来去做设定 比如说呢 我这边的第一个filter 我是要想办法去抓出 这个image当中的斜线特征 那我第二个filter 主要是想要抓出 我这个image当中的直线特征 好 所以说不同的filter 可以抓出不同的影像特征出来 这样子可以接受吗 好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进行convolution的时候 首先我们会有许多的filter 而且呢 这每一个filter 可以用来侦测小范围的pattern 好 那这每一个filter里面 有一些参数值 那这些参数值的话呢 有点类似像我们在神经网路当中 需要学习的那些参数 比如说像我们讲全重值或门槛值 好所以说我filter里面这边所有的值 都是需要去做训练的 好需要去做学习的 那只是说呢 我在做这样一个设定的时候 我是用来体现什么样的特征呢 前面有跟各位提到过 其实整张image 我不要跟神经网路里面的neural 直接好做那个fully connected 基本上我只要好去侦测 一张图形当中里面部分的pattern出来 好所以说呢 我就是靠这些filter来去想办法去把 好这张图形里面的部分特征 把它给找寻出来 好所以说呢 我这边每一个filter的设定来说 主要就是用来实现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第一个property 好我们用比较少的参数量 来去把影像当中 好比较特定的特征 把它给学习出来 好那这边也要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这边所提到的filter来说 都是用matrix来去做表示 也就是说用矩阵的形态 来去做表示 像以这边来讲 因为我们的image很小 所以说我们的filter就会更小 我们这边的filter来说 就是一个三乘三的matrix而已 很单纯啊 好那可能这时候呢 会有一些同学想要问我 老师 这个filter怎么做决定 好将来各位 你们有机会做影像处理的时候 你会学到 其实filter的类型有很多 我这边有一个网址 你们可以点过去看一下 它有一些比较基本 人家比较常用的一些 比较general的一些filter 你们可以做一些参考 好比如说 你今天想要针对一张原始图形当中的 边边角角 你要做侦测的话 你会有哪一些filter 可以做使用 好比如说 我们在讲所谓的边的侦测来讲 你会有三个不同的类型的filter 可以去做使用 那这边这个filter 它是在做什么事情呢 它这边讲的是identity identity就是没有作用啦 原始的图在这边 你经过这个filter去做处理 得到的结果 还是跟原始的图差不多 好所以说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filter 长得像什么样子 全部周遭都是0 只有中间是1 你这个filter 来去对你原始的image 去做处理的时候 你会得到原始的图 会得到原始的图 当然 你可以透过某一些filter 去对你的原始图形 去做模糊化 那只是说这种模糊化 有不同的类型 比如说有box的 有那个高丝的 这些有不同类型的 模糊化的方式 你可以透过不同的filter 去做一个处理 那这边呢 那只是告诉各位 其实有一些不同类型的filter 你们可以去做使用 好 当你们今天有这些filter之后 那接下来 你怎么去拿这些filter 去对原始的image 去做处理呢 在我们的convolution当中 来 那这边的话呢 就告诉各位 现在我们拿这个filter 怎么去对原始的image 去做处理 来各位看喔 好 接下来我们的每一个filter 需要对原本的image去做扫描 而且这个扫描的方向 是由左上到右下 这样一路扫下来 好 那怎么扫呢 来各位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filter 那这filter 如果说你把它叠到 我们这个6x6的image上面的话 一开始它是叠到这个位置上 好一开始它是叠到这个位置上 好当你今天把这个filter叠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 要做什么事情 它要做内积的工作 老师好可怕 这内积是什么 内积只是做加法跟乘法而已 所以说你看喔 1乘上1 加上0乘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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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1乘上-1 这样一路下来 这样会不会 好 所以说呢 当你今天把这一区的这种pixel资料 跟我这边filter的资料去做内积之后 得出来的结果是3 那如果说内积你实在不会算 没有关系 我把内积的计算列在这边给你们看 我把这边这一组 第一组资料的内积的计算公式列出来 你们可以自己做个参考 这边是我们计算出来的结果 好 那这边的内积算完以后 接下来我要往左边做移动 那只是说我要往左边做移动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的范例 我们的位移量设成1 这个位移量 我们给它一个特殊的名字 叫做stride 那这stride呢 叫做位移量 那我们以这个范例来说 我们把它设成1 其实呢你要设2 设3也可以 只是效果不太一样 我们这边先设成1给各位看 所以在这个stride设成1的时候呢 我现在这个filter覆盖的位置 就从原本的这个地方移动到 这个地方来 好 就移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说我现在接下来 就将这边的pixel的数值 跟我这边的filter 再去做内积 做完内积之后呢 得出来的结果就是-1 好 那这边内积计算完毕以后 我再把这个filter覆盖的位置 从这个位置 往右移 移到这个位置上 移到这边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再拿这个地方的pixel的值 来去跟这边 所有的filter的里面的参数 去做内积计算 计算出来的结果是-3 好 那计算完毕之后呢 我再移动一格 移动一格之后 跟原本的filter 去做内积的运算 计算出来 结果是-1 好 那移到这边来了 对不对 啊接下来到哪边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要再回到 左手边 但是呢 会往下乘一列 所以说 我就到这个位置来 所以说我现在 接下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再拿这个filter 跟这个区域里面 所有的pixel 去做内积的运算 得出来结果是-3 我就这样一路计算下来 一路计算下来 那计算到 最后的这个位置 区块的时候 这边所有的pixel 跟我这边的filter 去做内积 计算出来的内积结果 就是-1 所以说呢 我这边就会得到一个新的结果 而且这个新的结果来说 它是一个4乘4的image 它是一个4乘4的image 所以说你们看 我拿这个filter 去对这个原始的影像 去做特征扫描 扫描完毕之后呢 我就从原本6乘6的image 得到一个新的image 这个新的image 它是一个4乘4的image 你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就是做所谓的convolution 我们讲做所谓的矩肌的动作 将我们的filter 把它放到原始的影像上 从左上角 这样一路开始扫描 扫描扫描 扫描到右下 这样一路做下来 而且呢 每扫描一次 我做一次内积 然后最后我会得到一个 比较小的一个新的影像 以这个例子来说 我得到的是一个 一个新的4乘4的image 到这边可以接受吗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